OK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在我们这边 那么点开我们这里 我看一下 找到再找一个订单 我们找一个订单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昨天的流程 那么找到我们订单 点击 昨天应该有一个 已经点过了 点击去付款 那么这里面 最终会挑战到这个页面 我需要在这里面 去登录账户 那么登录账户之前 我先把我的这个 先把我的这个 杀枪记下进去 异常 OK 好 那么这里过来 过来之后呢 进入这个杀枪 然后呢 找一下他的这个 支付的账号 点开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账号给他拿过来 好 然后呢 在这里面就可以选择 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之后 然后呢 在这边输入支付密码 好 点击 提交 提交 OK 点击提交 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输入这个支付的密码 点击确认付款 好 OK 那么点击确认付款之后呢 在用户的这个浏览器上面的 用户可以就看到 他已经成功付款了 但是 我们的网站 现在还不知道 用户呢 他完成了这个付款啊 这个东西是支付宝 给这个用户看的 网站并不知道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说 那么支付宝呢 因为我们没有提供这个地址 他不能通知我们网站 这个支付的结果 但是我们网站呢 就想要获取这个结果 所以呢 需要呢 自己呢 去调这个支付宝的 交易查询 接口啊 那么这块的话 其实呢 调用支付宝的交易查询 接口 那么获取支付的结果之后 你最终呢 是不是还要告诉用户 他到底有没有支付成功 哎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里面啊 其实呢 还要有 你在这里面返回支付结果之后 我们最终呢 还是要告诉用户呢 用户支付是否成功啊 你可以呢 给他弹一个窗 告诉他支付成功 然后呢 这里面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 看一下啊 给用户呢 显示这个支付的结果 就在这边 给 用户 显示支付的结果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考虑一下啊 如果这个用户 他的浏览器 他不能访问我 我能不能主动访问他 我能不能这边 直接给他返回一个结果 哎 对吧 作为一个网站来说啊 是别人去访问你 你才能给他访问结果 你不能说我主动访问 一个用户啊 主动访问一个用户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最终要给用户呢 去展示一个支付的结果 哎 但是我们用户不访问我们的话 我们呢 是没有办法呢 给他去展示这个结果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还需要呢 再加一步 就是需要呢 再让用户的浏览器 去访问我们的网站 去问一下这个支付呢 到底有没有成功啊 那么所以呢 在这里面 注意啊 这里面多了这一步 就是需要呢 浏览器去访问我们的网站啊 就浏览器去询问啊 用户的浏览器 那么用户啊 浏览器 浏览器 那么访问我们的order 比如说我叫他 check啊 他呢 访问check的目的呢 是获取 交易 支付 结果啊 获取支付结果 他必须 他访问的话 对吧 他一访问我这个ordercheck 获取支付交易结果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在我的 试图里面呢 调用支付宝的交易查询呢 有一个查询的接口 那么根据他给我访问的数据呢 我就可以给用户返回相应的一个结果啊 这样的话 这个流程呢 才是完整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的就是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用户的浏览器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让他去访问这个地址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啊 你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那我是需要在这个页面上给他写一个按钮 查询支付交易结果吗 让他自己点一下 好 那么这个肯定啊 你说你不能说用户他只要支付成功之后 你就应该去获取这个支付交易的结果啊 那么那你不能说我在页面上给你点 给你放一个按钮 让你自己点去获 你一点才去访问这个地址啊 不能 你不能说让用户一点一个按钮 让他去访问这个地址 获取交支付结果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应该是一个自动的过程 就是用户他他只要支付了 我这边呢 就可以把这个支付结果呢 给他显示出来啊 那么这一部分应该在哪做呢 就可以在我们下面这个地址来做啊 只要我把用户引导到这个支付页面 下面呢 我就在下面写一段GS代码 让他往我的福气呢 去发一个请求 发请求的目的呢 就是获取这个支付的结果啊 就在这里面 你把用户引导到这个支付页面之后 下面呢 就浏览器 就浏览器 那么访问我们的这个 ODA Check 访问ODA Check 目的呢 就是获取 支付 交易的 结果啊 那么现在考虑一下 如果浏览器访问这个地址 获取支付交易结果的时候 需不需要传参数 好 你获取的是哪个订单的支付交易结果 对吧 所以呢 这里面还需要传参数啊 就是传递的参数 还是我们的这个 传递啊 参数 那么还是我们这个商品的 ID啊 那么并且呢 我们在这边呢 也是采用这个 RX Post啊 那么有了他之后 你看一下订单的ID呢 其实在上面呢 已经有了啊 他所需要做的 只是在这里面去发出这样一个 请求 哎 访问呢 是这个ODA Check啊 ODA Check 然后传递的参数呢 也是传递这个Paramers啊 Paramers 好 对应着这边呢 就有一个回答函数 叫做Data 那么在这个Data里面呢 他就应该给我返回一个数据 告诉我支付有没有 成功 好 我在这里面呢 根据他返回的结果呢 我就可以告诉用户 有没有支付 成功啊 好 这里面就是 把用户引导到这个页面之后 马上呢 发起一个请求去 查询一下这个支付的结果 那么这一步的话 这个前端呢 这个请求呢 我们就先写在这边 现在呢 我们要带大家写的就是 他对呢 这个查询支付交易结果的 试图 你需要在这个 ODAs里面呢 给他再写一个 哎 这部分的话 其实呢 在这里面再来一个 前端 也是采用这个 AJAX POST 那么传递的参数呢 也是 他啊 也是他 也是传递这个订单的ID 并且呢 这个地址呢 他应该叫做 ODAs Check 然后在这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定一个这个 使徒了 叫做ODAs 比如说我叫Check CheckPay 查看一下订单有没有成功 那么这块呢 就是查看订单支付的结果 这不结果 那么这里面呢 POST定一个对应的函数 叫做Request.POST DefinePOST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quest 这里面 查询 支付 结果 那么 对应到我们这里面呢 前端竟然给你传了这个参数了 你就需要呢 进行一个 接收 那么 其实呢 这一段代码 跟我们前面这些一模一样啊 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如果登录之后 查询这接收参数 接收完之后呢 进行一个教验啊 所以呢 这边 包括前面的这一部分啊 调用支付宝前面的这个 它的一个初始化啊 其实呢 也是一样的 前面这一段呢 它一模一样啊 只是到后面掉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掉的不是同一个啊 掉的不是同一个 那么这个呢 其实前面的过程都一样啊 接收参数 接收完之后呢 进行一个教验 好 教验完之后 那么下面呢 我要去使用Person的SDK 掉支付宝的查询借口了 首先我应该初始化一个对象 好 初始化一个对象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呢 去掉支付宝的交易查询 借口啊 哎 掉用支付宝的交易查询借口 查询借口啊 OK 那么 这个接口呢 它呢 到底叫做什么名字啊 我们支付宝的原始的文档上面呢 关于这个支付宝的这样一个查询 那个接口 对应到这边 开发文档这里面 电脑网站支付 那么API列表 这里面交易查询的原生接口呢 就到alipay.trade.query啊 这个就是统一收单线下交易查询接口 你在这边你点击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是他给你的 他给的你的一个介绍啊 那么我们需要呢 是使用这个Python封装的sd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昨天我们给大家看了啊 他在去封装函数的时候 封装接口名字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那么这基本的规则呢 就是把这些点呢 给他换成消耗线 并且在前面加上一个API 那么按照他的这种逻辑的话 我们这里面这个名字呢 应该叫做alipay消耗线 trade.query 前面呢再加上一个API 那么这个呢 他的上面呢 没给你写这个东西啊 那么你可以呢 自己呢去看一下 他原始的一个代码啊 就是我们找到 我们昨天写的这个 支付交易的一个接口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去点到他的原代码里面 点过来之后呢 那么这是他 那么你在他的下方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他叫做API alipay消耗线trade.query啊 这个函数 他就对应着我们支付宝的 这个交易查询的接口 那么关于支付宝的交易查询 接口里面呢 其实呢有这么两个 请求的参数 一个呢叫做alipay的单码 一个是叫做trade单码 那么首先这俩呢 都是特殊可选 两个不能同时为空啊 就不能同时为空 那么如果你传的是他 那么他的传的是谁呢 传入这个商户的订单号 去查询他的支付结果 那么再往下呢 如果你传的是他 你传的是这个支付宝的交易号 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支付宝交易号 对吧 没有啊 所以呢你需要呢 只传这一个参数啊 只传outtrade number 传入订单的ID 那么你知道他之后 我们这个函数呢 他其实呢也是给你写了两个参数 对吧 我们呢就可以呢 实现一个调用啊 直接在这边调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里面 直接写上这个alipay点 点谁呢 这个函数 传入我们要查询的订单的ID 订单ID呢 你在这边已经拿到了 所以呢 把他直接传过来 那么最终呢 他会给你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一个response啊 那么这个返回值呢 他是什么类型 你注意啊 还是呢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 他的一个介绍啊 那么关于他的这个介绍的话 这个返回值呢 他呢是一个字典 注意啊 他这个字典呢 他已经没有啊 注意啊 没有 只有中间这一部分啊 只有我们的中间这一部分啊 这里面他返回的 最终返回的一个字典呢 就是这样一个字典啊 就这样一个字典 把这个东西拿到啊 他返回的就是这样一个字典啊 所以呢 你要获取里面内容 你直接通过这个response 直接拿取根据名字呢 取他的一个值啊 就可以了啊 这是他返回的一个字典的一个格式啊 反问字典格式 那么关于取这份值的话 在里面呢 有几个东西呢 我们需要呢去关注的啊 首先第一个呢 叫做code啊 那么这个code的话 他什么意思呢 点到这个文档上面 看到公共响应的参数 给你响应的参数里面呢 包括这个code啊 那么这个code呢 代表什么呢 描述写的是网关返回码 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点到他的这个文档里面来 点到他里面来 他会有个介绍啊 那么如果返回的是1万 代表这个接口调用成功啊 就他你调用支付宝的接口呢 调成功了 他给你返回一个1万啊 给你返回1万 OK 那么再往下的这个2万 代表这个服务不可用 那么201呢 对吧 代表这个授权权限的不足啊 授权权限不足啊 那么401代表这个缺少必要的参数啊 你参数没传对对吧 那么再往下这个4002代表这个非法的 那么还有下面这个4004代表这个业务处理失败啊 业务处理失败啊 那么再往下这个4006代表这个权限不足啊 权限不足啊 这是他反映的状态嘛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就需要呢 去关注一下这个状态嘛 关注一下状态嘛 好 这是这个啊 然后呢 除了这几部分之外 下面呢 还有一些参数呢 我们也需要关注 那么关于这个订单支付到底有没有成功 这里面有个参数叫做 Trader Status啊 那么Trader Status代表什么意思 也是在这个文档上面啊 往下找找他详细参数里面有个Trader Status啊 那么这个Trader Status的话 交易状态呢 有这么几种 首先如果交易成功之后 那么这个Trader这个Trader Status的值呢 就是他 就是他啊 代表Trader Success啊 代表交易支付成功 那么还有其他的 叫做Wait啊 BioPay啊 就等待交易创建 但是等待买家呢 付款啊 等待买家付款 买家还没有付款啊 那么下面这个还有呢 叫做Trader Closed啊 其实用户呢 他超时没有支付 这个直接呢 就交易关闭了啊 就叫做Trader Closed的 然后再往下 还有这个Trader Finish 代表交易结束 不可退款 这里面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啊 然后呢 再往下 还有个地方呢 也需要去关注啊 这个地方呢 叫做Trader Nama 那么Trader Nama呢 就是他给你返回的这个支付宝的交易号啊 注意啊 这里面我们说 他呢 就是支付宝交易号啊 给你返回的这个支付宝交易号 支付宝交易号啊 然后呢 这里面这个Code呢 代表这个接口调用 对吧 接口调用是否成功 好 那么下面呢 这个Standius呢 就是他的一个支付的结果 支付 结果 好 这里面是我们要关注的几个啊 那么当我们拿到这个返回值之后呢 首先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个判断啊 就是应该去获取这个Code啊 我要看一下 对吧 我要去查询 这个查询的接口呢 到底有没有调成功啊 我要知道啊 在这里面就首先Code啊 等于 从这个字典里面把这个值拿出来 叫Response Response 点 GET啊 GET谁呢 GET这个Code啊 就把他的值给他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啊 那么什么时候代表这个用户支付成功了呢 如果对吧 这个Code等于 1万 那么这个仅仅说明这个 接口调用成功 对吧 支付到底有没有成功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 直接的支付的状态 对吧 按这个 这个 Trad Stat 사랑的 就是直接从 自己的边缘取一下啊 Response 点 GET 写上一个 Trade Stat 如果他 等于 对吧 等于谁呢 等于 Trade Success的 这个时候就代表支付成功 代表支付成功 那么这是代表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操作了 然后在这里面进行处理的话 我们说我们的表里面 需要去填入这样一个支付的宝的交易号 所以我就可以在获取支付宝交易号 好 那么用户支付成功之后 我们订单对应的这个订单的状态 也需要进行一个改变 所以在这里面更新订单的状态 好 把这两步做完之后 下面我们就可以给用户返回应答了 返回结果 这是我们支付成功的情况 然后下面还有其他的情况 代表这个else else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有这种情况叫做code 叫做code 等于1万 等于1万 调用成功了 而按的 response 点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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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 trade status 等于 等于我们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它叫做等待买家付款 等待买家付款 那么这个等于它的时候 那么它是不是错误 这个是不是错 对吧 它其实不是错啊 那你看仔细看一下我们前端页面啊 前端页面 我们是不是给用户打开这样一个页面之后 是不是马上就请求了 马上就请求的话 那么用户他自己支付 他是不是要花时间 对吧 你马上发请求的话 你在这里面呢 你查到的状态就有可能是调用成功 但是等待买家去付款 那么这个呢 其实并不是说用户支付没有成功 对吧 只是他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那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呢 叫做等待买家付款啊 等待买家付款 那么等待买家付款的话 可能用户呢 一会儿呢 就把这个款呢 付成功了啊 那你注意你在这里面 能不能直接返回一个错误 对吧 不能直接返回错误 我可以怎么做 OK 好 那么等待买家付款 那我能不能在这里面 对吧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在这里面呢 休眠几秒 休眠几秒之后 那我可不可以再去查一次 对吧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 如果呢 出现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休眠5秒 休眠5秒之后呢 把我们这个查询的这个地方呢 把它放入一个循环啊 我呢 过5秒之后呢 我再来去调一次 对吧 用户呢 就可能支付 成功了 所以在这里面 加上一个循环 然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休眠5秒之后呢 我继续呢 continue啊 继续continue 那么好 除此之外 其他情况 那么这里面呢 说明这个支付 出错啊 支付出错 支付出错的话 我就可以呢 给他返回一个 错误的信息 那么这是这样几个过程啊 然后呢 你看一下 我们按照这个过程呢 从上往下来 支付成功之后 我就首先 获取支付宝的交易号 获取到的这个吹的 那么 并且 奥的他的一个状态 奥的 status啊 status 就应该等于我们 或我们这个订单的状态 你支付完成之后 他的状态呢 在我们这里面 有一个定义啊 找到这边 找到这边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支付之后呢 就应该是发货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没有这个过程啊 所以呢 我们直接给他改成这个 带评价啊 直接在这里面 给他写上一个 四啊 叫做带评价啊 改成这个带评价的时候呢 带评价 好 那么改成带评价之后呢 下面直接进行更新 更新完之后 我呢 就可以呢 去返回这个结果了 直接返回结果 给你返回一个接生数据啊 return GS resource 写上一个 RES的V3 写上一个 message啊 message 写上一个 支付 成功 对吧 否则 那么这个呢 如果他等于1万 并且呢 这个trade status呢 等于用户进行支付 对吧 我就直接在这里面 给他休眠5秒 再去 查一次啊 再去查一次 那么其他情况 支付出错 我就在这边呢 直接给他返回一个 return GS resource 写上呢 一个 RES呢 哎 写上在我们这里面啊 写上一个 RES呢 为4 哎 error message呢 写上一个支付 失败啊 写上一个支付失败 如果这个 这个data的RES呢 等于等于3 我代表呢 用户支付成功 对吧 我就给他显示一个 error 写上一个支付 成功 那么这里面啊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想认一个支付成功 那么关于这个支付成功呢 我可以给他弹出来 同时呢 我可以呢 让我们这个页面呢 把它刷新一次 就更新一下页面上的信息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做啊 location啊 叫做location location啊 我们在这里面 在后面啊 直接加一个叫做 刷新的叫做location啊 location点reload啊 代表重新去 加载一次的意思啊 叫做刷新页面啊 刷新页面啊 我们把它状态改掉了 我们把信息呢 新显示一下啊 OK 那么这块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去试一下啊 再下一个订单 找到我们这里面 去点击一个订单 比如说点击一个订单 他加入购物车 然后呢 我的购物车 点击去结算 选择支付方式 点击提交订单 好 订单提交成功 那么跳转到这个页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点击去付款 那么到达这个付款页面 点击登录啊 登录之后 找到我们的这个 找到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找到这个 又要扫码 这个太快了吧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把这个账号拿出来 找到这个账号 然后呢 把这个账号拿来 登录一下啊 拿着他 好 那么下面呢 在我们这边 挨输这个账号 挨输支付密码 好 点击 错了 好 那么点击这里啊 好 那么然后呢 你在里面输支付密码 点击这里名的 全日付款 OK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啊 他是不是没有反应 对吧 没有反应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下一个订单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呢 发这个请求的时候 我看一下 他在这里面 好 UIL没有找到对吧 那说明这个呢 少配置一个地址啊 找到这里面的UIL 找到我们这里面 把它加上啊 这里面呢 叫做 CheckPayView 好 加上这个东西UIL 而写上一个这个 Check 到了 对应的是我们的 CheckPayView.sView 然后那name呢 给他写上一个 Check啊 这里面呢 就说明这个 查询支付交易的结果啊 查询 啊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查询支付交易结果 好 这样他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再下一个订单啊 还是呢 去找到我们用户中心的这个页面啊 找到他 那么在这里面呢 再选择一个 还是选择他 哎 添加意见啊 然后点击 购书 去结算 选择支付方式 点击提交订单 好 那么现在我点击去付款之前 呢 我先右键 检查 点到network啊 我看一下他的请求 那我一点的话啊 我一点 他也访问这个页面 你看到这边请求呢 应该发出这两个 对吧 这两个啊 那么这个呢 你看到这里面 直接的返回一个4 对吧 返回一个lmessage啊 是不是已经马上返回了 那么这个你就看一下 我们打印一下 他的这个状态 码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到 找到我们这边 那么现在我在这里面呢 我去打印一下 他的返回码啊 我们直接呢 print这个 code啊 去看一下啊 print code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再一次的去点一下啊 再一次去点击一下 点击找到这个上面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 直接点击这里面的 去付款 对吧 那么这个你看一下 他什么值 是不是四万零四 四万零四的话啊 这个状态嘛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特殊的处理 我们这是不是错 哎 不是错啊 那么你仔细看一下 那文档上面 这个四万零四呢 其实呢代表这个 业务处理 失败啊 但他其实呢 并不是一个错误 他可能一会儿呢 就成功了啊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不能直接在这里面呢 四万零四的时候 给他直接进行一个返回 我们应该在这个后台 试图这边呢 跟我们的这个条件呢 对吧 如果等于这个四万零四 或者是他等于一万 但是他等待买家去付款的时候呢 我呢就可以呢 再一次的去做尝试啊 所以这边呢 除了等待买家付款之外 还有呢 业务处理失败啊 业务处理失败 那么一会儿 一会儿啊 就会成功啊 对吧 可能哎 可能一会儿就会成功啊 那么 就会啊 哎 就 就会成功 所以呢 我们这边 他呢 也如果状态码等于他的话 你也需要呢 去做一个循环啊 去查询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了他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点击点个东西了啊 把这个我就直接关掉 然后在这里面 现在我再去点击他的话 哎 他这里面呢 就应该不是马上返回啊 就应该不是马上返回 他没有返回 那么他会去做查询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登录 登录 然后呢 输入我们的这个账号 拿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输入这个账号 输入这个租密码 D DVTT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输入支付密码之后 好 在这里面支付密码 然后呢 点击这里面呢 确认付款 OK啊 这边付完之后 然后呢 下面看到这边没有 最终给你报一个支付成功的吧 支付成功之后 我在这边呢 直接点击 他的页面呢 会做一个刷新 刷新完之后呢 最终你可以看到 页面信息是不是再评价 对吧 再评价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支付交易的结果呢 他就 可以呢 获取到了啊 可以获取到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打开这个 当 引导用户到这个页面之后 马上访问网站的这个地址 去查询支付的一个 结果 然后呢 当他访问V3的时候 代表这个支付成功 我就重新刷新一下这个 页面啊 重新刷一下这个页面 更新一下信息 那么在对应的视图里面呢 其实呢 前面的这些接收教验的过程呢 都是一样 然后呢 初始化呢 也一样 只是呢 去调用这个支付宝交易查询的 接口 那么最终 根据他的返回值里面呢 有几个地方呢 我需要做一个关注 对吧 首先是扣的 代表这个支付交易 接口呢 是否调用成功 那么这一块的话 当他等于 当他成功 并且呢这个支付状态 等于确的success的时候 代表呢 他已经交支付成功了 我们就需要呢 更新订单的状态 并且把支付宝的交易号呢 给他填到我们的订单里面啊 填到订单里面 然后最终返回结果 好 下面的这两种情况啊 如果扣的等于这个404 或者是扣的等于1万 而且啊 他的支付宝交易状态的等待买家付款 那么我在这边呢 需要呢 去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再一次的回过来做查询 好像其他情况 代表这个支付出错 我们就直接呢 给他报一个出错啊 报一个出错 OK 那么对应到前端这边 就可以呢 根据我们返回的值 弹出相应的一个信息啊 比如说出错的时候 我就给他写上一个 出错的信息啊 else alert啊 写上 alert写上一个 data.error message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他啊 支付宝交易结果的一个查询啊